美国在台协会的新任驻台北办事处处长斯图文 他在华府表示 8月底到台北来旅行之后 将会依据台湾关系法 权力的强化美台关系 斯图文他在80年代 曾经在台湾学过中文 他的女儿凯蒂也是出生在台湾 对台湾的民主成就特别赞赏 请看中天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即将于8月底赴台旅行的 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斯图文 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陪伴下 会见台湾驻华府的媒体记者 斯图文明确表示 依据台湾关系法加强美台关系 将是他的努力方向 斯图文1986至1987年 曾在台湾学习中文 他的大女儿也出生在台湾 谈起台湾 他感到很亲切 斯图文在台湾学习中文时 台湾人处于戒严时期 因此他对台湾的民主成就特别赞赏 斯图文曾在美国 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六年 其间经历了天安门事件 和台海的飞弹危机 因此对两岸问题非常的熟悉 斯图文出使台北 应该是美台关系的一大利多 中天新闻 张光华 中意亭 华盛顿报道